126題 小天使挑戰滑雪關卡 出發時小天使禁止在P點 只靠重力滑下山坡 在途中不轉彎也不剎車 滑至Q點恰好停止 如右途所示 現現小黑和火焰頭 三人在旁分析小天使的運動狀態 請問哪些人的說法是正確的 現現滑雪過程中遵守力學能守恆定律 這個是錯的 因為在P的時候它靜止它的動能是0 那它有個位能高度是這麼高的位能 那麼在Q點也是靜止 它的動能也是0 它也有個位能 高位能是高度這麼高的位能 那麼顯然P跟Q的高度並不一樣 所以位能並不相同 所以它們的動能加位能並不會等於定值 也就是並不會遵守所謂的力學能守恆 所以現現的說法是錯的 小黑對地面而言P點的位能大於Q點位能 這個是對的 因為呢我們看到我們的公式是mgh 在同樣的條件之下 高度越高呢位能就會越大 那P點對地面而言的高度比較高 Q點對地面而言的高度比較低 所以P的位能比較大Q的位能比較小 小黑的說法是對的 火焰頭在滑雪過程中 P點的動能小於Q點動能這個是錯的 剛才已經看到了 在P點是靜止的動能是0 在Q點也是靜止的動能也是0 所以P跟Q的動能都相同都是0 所以火焰頭的說法是錯的 只有小黑的說法正確 所以第26題問我們說 請問哪些人的說法是正確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只有小黑正確